Hello 这个人叫做Daniel Boone Daniel Boone 这一幅油画是在1820年 他去世前几个月画的 当时他已经84岁了 Daniel Boone 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 这是他的签名 Daniel Boone 他是一个探险家 在 那么故事肯定发生在1820年之前了 Capture of Boone And the Steward Life and Time of Colin Darney Boone 这是1859年的一幅 好像是素描画一样的 就是说Darney Boone被抓住 被抓住的时候 我们知道1820年他已经 1821年之前他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这是后来 又写了一个故事 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传奇的人物 那么 他的中文名叫Darney Boone 我们看一下他的故事 在这里有一个公园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叫做Boone's Borough State Park 这是他的就是说当年他在这里修的第一个居住区 一个长方形的居住区 那么这个时候 白人可以躲在这个居住区里面 防守抵抗印第安人的进攻 而今天这个地方应该就成为了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公园 在这里的 OK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肯德基 肯德基 肯特基 美国的一个州 美国的一个州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人 Darney Boone 发现一条路通过这个山脉 当时的美国人是去不了这个 去不了这个州的 我们看一下他发现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印第安人觉得这个人像是这个人是个白人 可是Cumberland Gap Cumberland Gap就是这个武文发现的 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待会在地图上去看一下 OK这是有坐标的 我们直接找这个坐标好了 就是他发现的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去到这个 走这个州是1792年并入美国的 那么 据说Darney Boone 印第安人觉得他像是他是白人 可是白人又觉得他像是印第安人 因为Darney Boone他是一个 用印第安人的方法在山林里面生活的人 比如说 美国人会把这些称作 Woodcraft 就是说山林生活的技巧 比如说呢 用树枝带一个简陋的小盆子 可以防雨的小盆子 并且 保持一点温暖的小盆子 那么挖一个坑在生活 避免点起来火 避免点起来火 带来太多的烟 或者 比如说像是用松树的叶子去 用松树的叶子去煮茶喝 那么Darney Boone发现了这个 我们看他有没有中文 他是有中文的 这一个山口的名字是什么呢 这叫做 波坎兰峡 是一个峡谷 也就是说 当时 波稳穿过这个峡谷之后 他发现了什么 然后他就在这个肯塔吉州 他发现 穿过山谷之后 有成群的野牛 还有这个 林羊吧 野羊 然后连片的森林 这个峡谷并不是非常好走的一条路 并不是非常好走的一条路 看一下有没有地形图 据说有超过10公里到20公里这样的长度 大喷车很难走 但是呢 波稳就带着人们 就一次又一次的走过这个峡谷 走过这一段峡谷 走到这个肯塔吉州 从此人们才开始在肯塔吉州定居 他并不是 并不一定是第一个 但是他发现了之后带了很多人过去 我们就 Kentucky 肯塔吉州 我们就不去仔细研究他的中文的那种 据说有一次 波稳被印第安人埋伏了 埋伏了之后 也就是说在波稳之前 人们并不知道怎么穿过这些山区 来到今天的肯塔吉州 Kentucky 而波稳呢 发现了这个山谷 发现了那里大量的牛群羊群 而且走过去之后 有很好的定居 并居的区域 然后呢 他又修了一个这个 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个 地方 那个现在作为一个公园的地方 在那里修了一个 小堡垒 可是那个堡垒过了一百多年之后 也连村庄都算不上了 OK 这个波稳就带着人们就走过去 很多地方 这里不是啦 这里是另外一个 Spanish Old Trial 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他就带着人们走过去 据说有一次呢 印第安人把他围住了 埋伏了他们 这个时候 不稳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那个悬崖非常的高 好像有二十多米 他没有摔死 因为他 这一条路看 Cumberland Gap 他并没有摔死 他并没有摔死 因为他从那个 落下去二十多米之后 落到了一条那个 一棵大树上面 没有摔死 但是后来有一次呢 印第安人把他抓住了 可是印第安人并没有 把他杀掉 而是那个印第安的手掌 叫做Blackfish Blackfish 就把他 当做自己的领养的孩子 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 好像是叫Big Turtle吧 大乌龟 的名字 把他的头发都剃光了 像印第安人一样剃的头发 然后把他的衣服也剥光 可是他想办法逃跑了 跑回去告诉那些 美国人 就是说 印第安人要来 进攻了 然后他们一起把印第安人打了 打了回去 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聚集点里面 这个station里面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Bomsboro 在1778年开始的 Bomsboro在这里也住了几年 后来白人认为Boms是一个印第安人的间谍 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军事法庭上 把他送到军事法庭上之后呢 他又被放了 没有最后也没有判他 他又被放了回来 这个Boms说起来他是 他是帮助美国人发现 这个Kentucky这个州的一个有功劳的人 但是呢 他也是很想帮助人 他也是很想帮助自己的亲友 去获得一点财富 获得一点土地 可是他从来没有成功过在经济上 不仅军事法庭审判了他 而且到后来他所有的土地都丢失了 都没有落在他 没没能守住 没有落在他自己的手里 不是他的财产 而且他欠了很多的债务 虽然今天仍然有一个公园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欠了很多怪物 我后来看到他有一份东西说 他是一个quaker 也就是说他的宗教信仰 他是quaker quaker是什么 我略微查了一下 quaker是从英国来的一种 宗教团体的组织方法 全世界大约有21万个quaker社团 其中英国就有十 英国就有一万七千多个 而这些quaker人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曾经见到 补经传的一些历史 有一些补经传长是quaker 是quaker 那么这些quaker 在补经传上 他们是不可能有奴隶制或者什么的 因为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由的 quaker的一些信仰 他们是说上帝就是 上帝就是爱 那么上帝的光芒呢 是在每个人身体里边的 上帝的这种 这种启门的力量 一个人如果 让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光线引导着 他会和上帝有一个full relationship 完全的和上帝的这种关系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Bong他是一个什么人 他是 他是有这种宗教理念的人 他最后的结果 还好 人们留下了至少他的一幅 油画画像 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他的故事是非常可信的 因为我在一些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的 那个文章里面看到他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故事和其他 西部的荒野的传奇的故事 不一样之处在于 他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历史故事 他的名字叫Daniel Boone 这是他的油画 画这幅画的人叫Chester Harding 这幅画是在1820年画的 画完没多久 Boone就去世了 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些 今天的样子 这一条叫做Cumberland Gap Campland峡谷 不是很长的一条峡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来试一下 森林间的一条小路 不一定就是非常准确意义上的Cumberland Gap 但是附近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现在是在向北走 两旁都是山坡 你可以想象当时没有公路甚至没有路的时候 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峡谷才能去到Kentucky那个州 那个州是1792年并入美国的领土的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故事 是大约250年前的一个故事了 一个真实的故事 非常安静的峡谷公路 好 就到这里吧 就到这里 OK 拜拜 拜拜 拜拜